你愿意告我啦 我跟你讲喔 你告我 我杀你全家 好吧 你就是恐吓 我就是恐吓 拽译 恐吓杀全家 医院暴力又凉起 又发生医院暴力事件 而且凉起都发生在桃园的盛宝路医院 一名张姓男子 本月四号因酒后摔伤 到急诊室检查 他表示痛得无法呼吸 走路 一再要求彻底检查 一是告诉他只是错伤 他又要求开立诊断证明 但因他没带健保卡遭拒 他进瞬间不充满战斗力 不断标嘛 假鬼假怪 你娘 不好意思 你这样 被英雄标了吗 你好好讲嘛 你到外面先 没有 我认为太过分了 是谁啊 然后机码当名剑 什么东西 这是健保局规定的 没有 开你手脚 你娘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你对的是谁 医院只好报警处理 病情事件 则是一名妙姓男子 上周四九后到医院探病 却在病房里喧哗 警卫劝离时 他竟抓起椅子砸伤警卫 随即被扭送法办 桃园县卫生局强调 将约谈两名罪汉 若查明属实 会依医疗法 开罚3到5万元 邓新闻桃园报道